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他找出名的女主播讲他亲生的故事 大意是他小的时候的他的哥哥欺负他 然后他就离开家认识了六位同志道合的同志 在日军的同志下然后米军的同志下 他只好和六位朋友做了假的为安抚职求生存 到最后他进了在巴塞的同志养老院 天宁分为三个时代 分为少年 青年和老年 所以有三位 名情 分别 半年 Walter Dempster Jr. 课时的职人文 半年少年时代的的是Jeffrey Keyzon 半年青年时代的的是Eric Keyzon 最后 半年老年时代的的是Dolphe 直播天宁也唱了那个时代的非人社会不能却接受访识 方式 日军也经常的不持厉害而且也有访识 直播天宁也参加了2002年西雅图的天宁节 2002年三番时国旗天宁节的天宁节 和2001年古路塞尔国旗的天宁节 在里塞尔国旗的天宁节 Dolphe和他两个而且应了Brit de la Melior Interpretation 或最好表演枪 并帮打算给他们最佳男明星和最佳女明星的枪 因为他们是在拍得太好了 以前常见说孩子都是不敢告诉别人 说孩子怕给人继续电视 现在看了这部电影给观众觉得应该可怜帮忙说孩子 这部电影的统电视堂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同志 他告诉我们同志也是和我们不同人一样有他们自己的问题 同志对我们社会没有给我们负担 所以我们不要欺视他们 这部电影给我们观众冲击 对同志不在有不好的看待 感谢观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